大家好,欢迎来到猫侦探 我是检案员妈育子敏 2020年7月10日 美国康乃迪克州最高法院 正式撤销了肖恩·汉宁 以及瑞奇·伯奇 谋杀艾弗里特·卡尔的有罪判决 肖恩跟瑞奇在州监狱 已经服刑了30年 他们坐牢时才17、18岁 青春年华的时光都在监狱里面度过 从获自由的他们 已经是快要年过半百的大叔了 法院撤销他们两个人的有罪判决 不但意味着当年的案件成为了未解悬案 更让退休华人神探李昌宇博士召开记者会 强力捍卫他57年来 努力建立的见识生育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整理的案件 是李昌宇博士的血毛巾案 案件地点发生在美国康乃迪克州西米尔福德镇 时间回到1985年 12月2日清晨4点钟左右 38岁的戴安娜·戈伦布回到家时 发现与他同住的65岁父亲爱弗里特·卡尔 满身是血的挡握在靠近厨房的狭窄走廊上 当时卡尔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受到惊吓的戴安娜马上打电话报警 受害人卡尔65岁 他是一名退休的卡车司机 警方来到了现场 发现卡尔身上只穿着内衣裤 他身中27刀 头部遭到盾气重击7次 致命伤是颈动脉的大量出血 受害者的大量血液 喷剑到了墙壁、门板以及地板上 现场修正人员发现了两个血脚印 一个在尸体旁边 一个在厨房 在尸体的下方 发现了一个金属环扣 他是用来结合刀以及刀柄的金属环扣 警方研判应该是凶手在行凶时 用力过猛 造成刀子以及刀柄脱离 但在现场并会发现作案用的刀子 在受害者的卧室柜子的抽屉上面 也有明显的血迹 抽屉里面放着一双沾血的袜子 和一个雪茄盒 表明凶手在案发后 还在房子里面翻找东西 卡尔家的磁带录影机 还有一些珠宝跟衣服 还有500块美元不见了 警方研判卡尔是在12点10分到12点半左右遇害的 附近的两个邻居都在12点钟左右 听到了一辆卫装消音器的汽车 停在卡尔家的车道附近 大约停放了二三十分钟之后才开走 这两位邻居他们都没有看见车子 也没有听到打开车门或是关上车门的声音 因为汽车的噪音实在太大声了 警方从入室窃盗案左手来调查 一名毒品线人提供了一份正在贩售账务的名单 给当地警察 这份名单上面包含了17岁的肖恩 以及18岁的瑞琪 根据现报 警方在案发三天后 找到了肖恩跟瑞琪 当时肖恩的18岁女友蒂娜也在现场 所以一起被警方带回了警局 三人刚开始跟警方说 他们是在12月2日早上回到西米尔福的镇 但没有多久 警方发现这三人在说谎 原来他们三个人在11月29日 在隔壁镇上的手机维修店前 偷了一辆褐色的别克轿车 当晚三个人开着这台车 前往新汉布尔夏州 探望瑞琪的母亲 这时他们偷来这辆别克轿车 消音器坏了 所以开起车来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他们三个人在12月1日回到康乃迪克州 直接去丹博里市找毒虫到格拉斯 他们用偷窃来的东西换骨科姐 之后他们开车回到西米尔福的镇 大约晚上11点55分左右 萧恩跟瑞琪先送蒂娜回她的父母家 蒂娜的父母家距离塔尔家大概2英里左右 开车只要10到12分钟 他们三个人为什么要跟警方说谎呢 目的是为了要掩盖他们犯下的偷侧案 以及四起传空门的窃盗案 但萧恩跟瑞琪没有想到的是 警察将他们列为卡尔命案的头号凶鞋 当警察找到萧恩跟瑞琪偷来的别克轿车时 发现这台车并没有被清理过 里面装满了沙纸、运动鞋、盥洗用品、食物、毛毯、枕头、各种衣物 以及被警方认为是被偷来的电子产品 尽管警方对车辆内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跟卡尔有关的机阵 没有血迹 也没有卡尔家不见的东西 警方持续征讯两人 甚至对两人分别提出转座污点证人 指认对方的有利条件 但萧恩以及瑞琪还是坚持他们没有去过卡尔家 也没有谋杀卡尔 在卡尔家发现了两个血脚印 也跟萧恩以及瑞琪两个人的血印不同 但警方还是起诉了两人 在卡尔的命案现场 没有找到任何跟萧恩以及瑞琪有关的机阵 但在几年后 却在卡尔的内衣 雪佳河和破损的刀环上面 发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女性DNA 可能是卡尔女儿戴安娜的 但那时她已经去世了 所以无法获得证明 从现场研判 凶手是从卡尔的正面砍杀她 李昌玉博士作证时也说 喷煎到墙上的血液是不间断的 凶手怎么可能没有沾上卡尔的血迹 更何况在案发现场有两个血脚印 柜子上也都有血迹 证明凶手作案后是有沾到受害者的血液 才会在翻掌的过程中留下血迹 但在肖恩以及瑞奇身上 以及偷来的别克轿车上 竟然都没有发现卡尔的血液 那肖恩跟瑞奇是怎么做到 让卡尔离世的呢 而关键性的证据是李昌玉博士 在法庭上的证词 李昌玉博士在案发现场的二楼浴室里 发现了一条沾有红色血液的毛巾 他反复测试证明他们是血液 因此检察官由李昌玉博士的证词 推论出肖恩以及瑞奇是用毛巾 将身上的血液清理干净 而法院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因此17岁的肖恩被判刑50年 18岁的瑞奇被判刑55年 但肖恩跟瑞奇的律师 相信他们是无罪的 于是以肖恩为请愿人 向法院提交人生保护令的请愿书 康乃迪克州的无罪研究计划 从2006年开始审理此案 终于在2020年7月10日 最高法院正式撤销了 肖恩以及瑞奇的谋杀罪名 他们的律师提出的心事正有 当时李昌玉博士陈述的血毛巾 在2006年由国家犯罪实验室 重新检测时 发现毛巾上的红色写字 是无机化合物 意味着那不是血迹 加上一名实验室的 见识人员作证 这条毛巾根本未接受过实益检查 警方也找不到血毛巾当初送宴的相关资料 还有第三位邻居史密斯的证词 他当晚也听到发出很大噪音的汽车 他作证时说 当那辆车经过他家时 他有看到车辆的车尾灯 车尾灯的灯灶是宽形的 以及外观圆润 跟肖尾以及瑞奇偷来的那辆别特轿车不同 卡尔的女儿戴安娜 在警方调查的初期 也说了很多的谎言 戴安娜一开始跟警方说 他整夜都待在家 并听到他父亲卡尔的咳嗽声 然后他又告诉警方 案发当晚他不在家 他在凌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回到家 后来他又告诉警方 他在之前的陈述当中杀了谎 是怕他的情人间雇主布尔卡特 发现他和另外一个男人在约会 最后他告诉警方 他在12月1日晚上9点半左右外出 并在清晨4点到4点半左右回到家 但警方的记录显示 戴安娜直到凌晨4点50分才打电话报警 当他报警时 还对着接电话的紧急派遣人员大喊 哦天哪他手里拿着刀 加上戴安娜的好友安妮塔作证说 警察赶到后不久 戴安娜就将自己反锁在饭厅里 后来又问安妮塔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句话显然暗示他知道凶手的身份 另外根据警方的调查资料 戴安娜希望他的父亲卡尔能搬出他家 这也会不会是引发这次遗憾事件的原因之一呢 戴安娜的情人兼雇主布尔卡特 欠受害人卡尔一笔钱 卡尔希望布尔卡特尽快还钱 成为布尔卡特工作的一位证人作证时说 谋杀案发生后的早晨 布尔卡特的脸上有被刀子划伤的伤口 周警察也在1986年5月22日 接到一个匿名男子的电话 该名男子说布尔卡特是谋杀卡尔的凶手 律师同时也提出新证人的证词 约翰·安德鲁斯 他在谋杀案发生后 看戴安娜陷入了热恋 并搬进戴安娜家中一起生活 安德鲁斯说 在某天晚上他和戴安娜发生争执 戴安娜拿刀冲向他 并告诉他 我会像杀死父亲一样杀死你 安德鲁斯还说 在某天的深夜 他在厨房里戴安娜在楼上 他被不明人士袭击 对方殴打他的头部 并拿刀刺伤他 也警告他 离开不要再回来 这件事情发生后 安德鲁斯马上搬出戴安娜的家 并在收拾行李时 在地下室里面 发现了6-7英寸没有刀柄的刀片 律师也提出联邦调查局的前特工 也是著名鞋印专家威廉的证词 他能够确定犯罪现场的两组鞋脚印 不是肖恩或瑞奇的 因为鞋脚印是有9号或是更小的鞋子留下 而肖恩穿11号半的鞋 瑞奇穿10号半的鞋 根据威廉的说法 鞋脚印与肖恩以及瑞奇的鞋子之间的大小差异 是巨大的 依照资料来看 法院判肖恩以及瑞奇罪名成立时 是因为李昌玉博士的关键证词 现在法院要撤销罪名 改头说李昌玉博士做出不真实的证词 李昌玉博士在2019年召开记者会反驳 他说作为证事人员 当时仅坐证毛巾上可能沾有血液 凭当年的见识技术 不能够判断血液到底是属于谁的 检察官基于沾血毛巾 做出推论进而逮捕肖恩以及瑞奇 李昌玉博士重申 他从未提供不实证词 在看完栏文的笔记后 当初的证供就充分地显示 凶手可能不是肖恩以及瑞奇 卡尔身亡时的大量血液 凶手一定沾到 不然不会在厨房发现血脚液 以及房间的柜子上发现大片血迹 警方在二楼的浴室里 也没有找到凶手清洗血迹的急证 肖恩以及瑞奇在当时就是两个小屁孩 他们做了偷窃以及吸毒的坏事 警方有合理的理由 怀疑他们是凶手 但当时所有的证据 都显示肖恩以及瑞奇 跟谋杀卡尔无关 法官、陪审团以及检察官 不相信血脚印的不稳 也不相信在卡尔家 以及在别克车上 都没有发现彼此的血迹或是物品 对于卡尔女儿异常的表现 也只是推脱说是她太悲伤了 有没有进一步的查证 不相信真实的证据 却采信检察官的推论 而判肖恩以及瑞奇有罪 然后在法院要撤销判决时 却要拉着李昌玉博士下水 说她提供不实证词 这个案件就整理到这边 你们对于李昌玉博士的血毛巾案 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一起讨论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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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